不少人有这个疑问 就是我知道我的偏光膜发生了变直 但我无法判断它是发生在正面还是背面 像这个荧幕已经严重到表面都隆起了 那正面偏光膜肯定变直 但如果是才刚开始变直 因为症状还很轻微 所以它不会有隆起的现象 您可能只会察觉到一团乌乌的不规则虚块 这里就要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先在变直物化的区块中找一个特征作为观察点 例如这个圆弧 然后拿您手边的铅笔、原子笔或镊子 去顶着这个观察点 并且保持不动 为了方便拍片 我用纸张剪了一个箭头当作笔尖 贴在这里 让它指着观察点 然后移动您的视角 左右来回观察 上下来回观察 看看您的笔尖与观察点会不会发生错位 只要发生错位 就表示这个观察点位于背面 是背面偏光膜变直 相反的 如果无论您视角如何改变 都没有错位的情况发生 表示观察点位于正面 是正面偏光膜变直 记得要多找几个观察点来检查 如果某观察点会错位 某观察点不会错位 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那就是正反两面偏光膜都变直了 所以我们来点赞二种uir思考 表示观察点尺导